愛運網路內容 訪候機構 認為說 刷電有一些內容 去研修到離瀟性白色的問題 所以要求部份北台要留下 如果這個白色的內容 還不可以關稿一些漫畫上頭 現在為福報開會 是關於由地方主觀機關來認定 在網路北台有民眾大文 講求愛運統治 待避疑離瀟性 屬民領上要求要留下來 理事屬驚他們去網路的論證 到底日出我董萬 有序的學技人物 是不是受到關稿 在公共政策平台提案 得到超過五千分富裕 為何保姆依照規定開會討論 在實務上我們也的確看到 成年人在性侵小孩之前 給他看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像是小孩的戒心 對性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敏感 法要規範的不是所有 所謂二次元的作品 而是特別針對描繪兒童的性行為 或者是性侵害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為何保日一邀請董萬 旁邊台專家和這次的單位討論 初步的結論認為 創作自由要注重二少管理 法律的規範有它的必要 人量標準要更加固體 那是是不是違規會生意主率 十個由主管機關認定 是不是要用意圖的方式來進行 不過董萬港匯 既然會這種的內容賠輸 我們至今創作現在並沒有任何 因此而發生 現在去委派搞多少群 這個事情 各方面的證據 或者是說立法的說法 分前確認 然後甚至於說 它跟犯罪的接連結 也幾乎沒有啊 如果它走到後面的話 它勢必就是會不斷地去限索 創作者 能夠做到的東西 思想跟言論方面的 這樣的一個審查 對應要的可能性存在的 各位認為這次會議 只是國風表達意見 並且完全有共識 文化報紙表示 在保護日照環節的東西 也必須保重創作自由 不過這兩個中文 到底如何得到共識和平行 也需要更加深討論 記者綜合報道